从十五岁 真正自己住大概有三十 我没有跟男孩子同居过 所以我会希望 我的男孩子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跟他可以在一个空间下 超过二十四小时 解不解都可以 但是就是条件是 绝对不要让我穿婚纱 华语公主正家瑜没同居过 年兽狗浪漫思酷碰券换黑手 难怪人家说十字连心 痛到心脏 我从一开始出道就硬人煮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拍电影跟苏友彭琴瑟 就连导演都跟我说 哇没有一个新人 第二天版面都是半版或四分之一版 我就是很有这个孕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就是以很高的价钱 就进电视 就拍了一个叫四千斤 那个才是大家就已经在注意我 所以并不是怀育 怀育是因为新闻太多了 我从来不觉得 我在怀育公主的时候恐怖 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我红 我去机场没有人包围我 路上没有人找我签名 你知道吗 完全没有 我就是一个路人甲 我在红什么 你可以说怀育我演得很好 这个角色很讨喜 可是我郑嘉瑜没有觉得她红过我发誓 《时代的眼泪怀育公主》 是郑嘉瑜的人生代表作 出道近三十年 她只花两个半月就写完七万字 将人生经历全都浓缩在散文传记中 而且就能让爆棚哦 因为我生下来就被抱到外公外婆家 对 然后我四岁的时候 就莫名的被接回了我的父亲家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你期待你的跟你有着同样姓氏的家里头会爱你 但是他们其实是感受不到一丝丝的爱 因为我的成长所以导致我很负面 嗯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我觉得我就是不被人喜欢 可是现在不会了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这几年才开始真正的在做我自己 如果我再认识一个男的 我绝对不要把我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他身上 因为我一个人太久了 所以我会希望我的男孩子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我跟他可以在一个空间下 就超过24小时 有别人介绍给我 因为他不住台湾 然后来台湾可能就会有一个晚上住我家 我快不能呼吸了 我就好不自在哦 因为一个人过惯了 你知道吗 解不解都可以 但是就是条件是绝对不要让我穿婚纱 因为我拍的每一部戏都穿婚纱 从30年代到古装到现代 全部都穿过婚纱 穷人家到有钱人家 我什么婚纱都穿过 我没有办法再穿婚纱 因为你知道年纪大就会贫尿 贫尿你穿个婚纱怎么尿尿嘛 那你本身就不浪漫 应该是我喜欢给人家浪漫 我不喜欢人家给我浪漫 这样讲好了 我很年轻的时候交男朋友 他回到家以前我都喜欢躲起来 我可能就会做那个 格价券 上面可能就会写说 今天你撕这张就是可以跟我黑手 今天你撕这张就是可以让我要求我做一个牛排 后来我不知道看到哪一个偶像去学我 其实我的爱情很乏善可乘 很多人都觉得很精彩 其实并没有 因为我晚出道 我看起来年轻 所以我根本没有机会认识男人呢 那我怎么还被写成这样 所以啦 我冤不冤 在那里没什么事 我被冤枉了 我放下来 那里有没有事 我真的没有事 我把你冤枉了 我看起来 在这里面 所以我看到这个